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库头数据科学为大家带来的如何开发微信智能机器人和集成深度机器学习应用的第三讲 关于语音处理,智能语音处理方面的课程 我是库头数据科学的Sam 好,一个呢我们还是老样子来到我们的Github 我们会今天讲第三讲 第三讲自然语言处理 我们会讲主要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消息文字转换成语音 这个叫语音合成,就是从text到voice 第二个我们会讲从语音转换成消息文字 怎样识别我们讲话的这些语音,这些波 然后把它变成文本 然后接下去呢,第三个呢 我们会讲那个消息文字之间的一个多语言的互译 一旦你把语音变成了文本之后 你想翻译成任何语言语种都是可以的 开始之前呢我们会先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们会切换到右下角给大家看一下微信里面 怎么样处理一些语音方面的那个演示 好的,大家看右下角 我们的库头数据科学的机器人呢已经登录了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群啊 就是叫酷豆培辽妹UAPS这个群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会发一段语音 然后看一下啊这个机器人会如何试辩 我先讲一段话 欢迎大家来到机器学习课程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点击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机器学习课程 OK,他读到的是听到的声音是 欢迎大家来到机器学习课程 对吗,那个程没有读出来 好,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 今天天气好吗 今天天气好吗 好,大家可以看到他都有回复说音频处理的结果 第一个是语音识别 今天天气好吗 他给了你一个非常高的一个confidence 0.98 然后他会有一个文本的一个翻译 我们会设设置 原文呢他是中文 现在我们说把它翻译成英语 how are the weather 这里 应该可能是how is the weather 这里 然后再看一下上面一个 welcome to the machine learning bus 对吧,那欢迎大家来到机器学习课 好,这个就是一个演示 然后我们接下去 这个是从语音转换成文字 那我们接下去看一下 我们要从文字转换成语音 怎么做 我现在在群里面 要at这个机器 因为这个群里面我定义了值 如果这个机器人收到了被at的消息 那他就会把这个文本转换成语音 这个语音他怎么转换呢 现在大家知道他只能先把它转换成一个叫MP3的一个格式的一个文件 然后以MP3格式的文件发送过来 并且同时如果你发给他的是中文的话 他会帮你转换成英语翻译成英语 然后还有这个语音合成的时候 他会支持比较多种的语言 如果中文的话 他会支持普通话和粤语 现在我设置了一个粤语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好 好,首先大家看一下 发送的一个消息 白黑发了一个消息给酷头 给他们说张学友的西洋醉了 粤语版 然后西洋醉了 落下醉了 然后首先这个机器人呢 他做了一个文本的翻译 把中文翻译成了英语 Jackie Tan 对吧 Sunset Drunk Cantonese 接下去呢 我们看一下他返回这个叫Voice for You 这个呢就是一个语音 大家来听一下 好 张学友的粤语料 粤语版 粤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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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谁都掩饰不了 因我的生 因我的生 祖罪了 自谁带骄 自谁带骄 莫也将心偷取了 走罪的生 走罪的生 被言骄 粤语也能读出来 等一下我们还会设置成是普通话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所以你们看到 好 我们可以通过文本分析 通过语音的分析转换成文字 然后我们使用文字 它能转换成语音 并且做翻译 是吧 好 接下去呢 我们要看一下 怎么样在技术上面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好 老样子 大家还是先回到这个 GitHub 这个站点 对吗 然后下一步呢 就说我们这次还是使用谷歌的一个云平台 关于安装方面的一些要求呢 大家可以参阅第一课 然后把环境搭建起来 按照这里 环境搭建起来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个谷歌cloud的datalab 这里已经开了 所以如果你第一课第二课完成的话 你会在这个页面下面看到一个叫workshop below这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文件夹 进入这个文件夹之后呢 你会看到有这些信息 然后呢 你第一步呢 是做一个叫 叫同步 git pool的一个同步 因为我们把第三课和第二课的这些信息 定期的在网上更新 所以你之前使用的那个虚拟机里面 不一定含有最新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先要把最新的内容 从这个github的站点上面下载下载下 这些最新的内容 我们要把它下载下 下载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是要使用一个叫git pool的这个命令 OK 需要先打一个叫git pool的命令 然后我们运行它 下一个感叹号git pool 它那就会把最新的文件从 那个github这个网上的云上下载下来 好 它跟你说already up to date 接下去呢 我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每次推荐大家都要重新刷新一下你的那个安装 怎样刷新呢 我们来到这里啊 有一个命令 在这边有一个命令 把这个命令 拷贝一下 一个百分号 命令 打来这边 ctrl v 好的 我们把它运行一下 没有这个文件 啊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叫workshop vlog的这个文件加下面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在这个文件加下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啊 我们按下tap键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啊 有这个文件好 我们只要load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已经在了这个叫workshop vlog这个文件加下面 然后他呢会加载 把这个setup cloud的这个文件内容加载进来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次 再运行一次 那呢 他就会刷新你这个啊 叫google data lab 这个虚拟机里面的一些环境的设置 好 我们就让他运行一下 好的 大家只要看到最后一个成功的信息就可以 你看到啊 google data google cloud setup successful 你看到这个信息就说明ok了 好吗 然后我们把它关闭 再需要他 我们离开这边 好了 接下去呢 我们之前是在这个叫workshop vlog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wechat2这个文件加啊 这个就是这个文件加 wechat2这个文件加 然后我们去lesson3 第三课啊 我们进入第三课 好了 我们已经进入第三课了 第三课呢 我们是讲自然语言的处理啊 主要是讲这三点 好了 接下去第一步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设置一个环境变谈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google cloud platform上面跑 如果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的就是在我们互动数据科学会提供的一个虚拟机啊 可以在你本地安装的一个地方跑 如果在本地安装地方跑的话 你只要把这里改一改就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呢是在谷歌云上面跑 所以我们设置的是谷歌云这个变量是啊 处 好了 接下去我们会使用一些google cloud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 api 接下去我们会看怎么样使用它 然后这些都已经这些安装已经都完毕了 在前面一个setup cloud的那个 dotpy这个文件下每天安装完毕了 所以不需要再做 第一步呢 我们导入一些库 那样子我们会有一些库 那这个it chat呢 是我们的那个微信和这个python程序的一个接口 接下去呢 我们会讲到一个需要使用一个叫google machine learning api的t 这个t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你的谷歌云的那个console 下面api manager credential 你点击这个之后 你就来到了这个页面 然后你这边要生成一个key 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可以来去到第二课 然后回去 去生成一个你自己的key 自己的key 你通过这个key呢 你就可以调用一些智能的接口 dpi 所以我们把这个key拷贝在这里 就是这样一个key 你会需要使用你自己 我这个key呢 就用完之后 你就不能再用 好 接下去呢 我们会调用三个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speech synthesis 就是语音的合成 把文字转换成语音 这样一个酷呢 就是叫gts这个酷 第二个呢 我们是说voice to text 就是speech recognition 就是语音识别 那我们用的是谷歌云上面的一个语音识别的一个api 然后你要把key放进去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一个google的一个language translation的api 然后把key放进去 然后我们就定义这两个service 好我们运行它 接下去呢 它有一些音频和视频文件 还有那些各种多媒体文件的一个编码 编码呢 就是说要把它转换成一个二进制 所以这边是做一个二进制嘛 就像你很多video啊 很多那个语音啊 mp3啊 然后是audio文件 wave文件 flag文件 然后video呢 视频呢 你会有那个像mp4啊 avi这种格式 然后图片呢 gif jpeg 所以这些文件呢 它不同的编码方式 然后它全部把它转换成二进制 二进制 然后送去这个api 谷歌的api 然后它会返回帮你识别 啊 这里就是做这个工作 接下去呢 我们会定义一些接口参数 接口参数呢 呃 这些是imagemax是第二课的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然后一个original language 一个talked language 对啊 中文中文 然后它是可以啊 修改的 你如果在程序当中 对于你自己的功能 你要做经济修改的话 你只要修改这些变量 或者你在那个run time 实时的时候修改这个变量 就可以啊 建造很多比较智能的应用 好嘛 接下去我们消息转成语音 消息文字转成语音 我给它机器人发了一段文字 它帮你自动合成成语音 并以mp3的方式文件发归给你 然后这里呢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中文的啊 我现在把它做成中文 这边是中文 粤语中文台湾 语音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改成普通话 这个是普通话 然后接下去呢 它说是 语音消息转 转换成消息文字 然后呢 就说 你现在说话的 是哪种语音 语言 这个呢 你最好告诉这个API 就够 现在我们大家都讲 讲中文 如果等一下呢 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你为那些其他国家人 开发应用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是讲英语 或者讲西班牙语 你这边呢 就需要相应的进行变化 这样的话 它识别率会最准确 就是说 你跟他说 我讲的是中文 他就以中文的方式进行识别 你跟他说 我讲的是英文 就是以英文的方式进行识别 好吗 这些参数我们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第一个 Speech synthesis 文字转成语音 这边有支持的一些语言 还有各种各样的语言 阿拉伯语 各种各样的语言 然后有一些中文的语言 我们看一下中文在哪 中文在这里 中文Mandarin 普通话 然后台湾腔的 然后再是广东话 这边就是可以把文字 中文文字转化成语音 如果你打入的是英语文字的话 那你就说我要讲把它转成English English的话就是有英语的语音帮你播报出来 接下去我们看这边是它是做了一个什么 这里呢就是定义一个消息文字转成语音的一个功能 我们看text to voice 那我进来的那就是一个text to voice的一个文本 然后这边有一些兼容性的测试 不管是python2的也好 python3的话 这个脚本都会支持 然后我们这边是python2的 他会把它直接call这个 调用这个gtds这个酷的这个功能 然后你告诉他你这个语音合成要成什么文件啊 什么语种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文件保存下来 然后转成mp3 这个转成mp3的文件名呢就叫voice4u 等一下这个文件名呢会储存在这个目录下面 就是你在哪里运行你的这个ipad and notebook 他就会把这个文件储存在什么地方啊 或者你在这边可以指定一个目录名 比如说你加一个folder slash对吧 他就会储存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放那根目录 好吗 我们就运行它 然后呢 他会告诉你这个就会返回给你这个生成的这个 mp3的名字 包括他的位置 就是他其实就在voice4u 到mp3啊 在这个 在这个目录的位置wechat2这个目录的地方啊 好了 接下去我们讲啊 语音转换成文字一样 这边下面有一些支持的语言 就是说啊 这些语音是支持的 然后他可以相应的转生这些语种的文字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 先运行一下 好的 当然是做什么呢 首先啊 他要调用一个库叫avcom 他会把你微信本来传给你的这个语音其实是一个mp3的格式 但是对于谷歌云来说他需要另外一种格式来进行识别 那个叫flag格式或者wave格式 我们现在这边用的是叫flag flac这个格式 所以这边其实是做了一个语音的转换编码的转换把mp3转成了叫flag格式 然后接下去呢 他在下面调用了这个是真正的API就是在这边调用的 他调用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调用这个service 然后你这个这段语音传给他的这个语音文件 mp3转成了flag之后 他是什么语种 你要告诉他 接下去呢 这个语言的真正的 这个这段语音真正的一段二进制的一个内容 或者编码是在这边出现 这边这个audio file output呢 其实就是一个有mp3转成flag的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在进行了一个二进制的编码 encode audio 然后他放去这个content里面 然后谷歌云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content 然后他也接收到这一段语音的content 他是什么语种 然后他就会进行一个文字的识别 他就会返回给你文字的内容 在这个response里面 他就是做这个功能 这个第二点讲完之后 这个功能定义完之后 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说消息文字的一个多语言的一个物译 然后这边是一些也是支持的语言 然后你可以去这个链接去看更多的一些关于语言支持方面的一些信息 好这边我们定义这个叫text translation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们要给他什么呢 我们给他一段文本 然后告诉他这个文本的原来的语种是什么 然后你要把它翻译成哪种语种 这三个信息知道之后 他就可以帮你那个做翻译了 然后他会这边我们是为了一些显示方便 然后在微信里面显示就说 start of translation开始翻译了 原文是什么语种 然后译文是什么语种 然后他给你一个译文的一个输出 那这个输出呢调用的就是这个地方 调用了这个叫service translation 这个是谷歌云的一个一个一个API的功能 然后他会把那些运行完之后 他会把这个translated text return给你 啊反回给你这个就是in啊 叫翻译好的文字 好吧这上面三个功能定义完了之后 接下去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传统的 用卫星的来扫码 然后进行定义一些那个message register 就是怎样处理信息 好嘛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先开始扫码吧 好他会生成这个QRcode QRcode在哪里呢 就会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QRcode打开 接下去我要开始扫码了 我拿出我的手机 然后我们来到发现扫一扫 开始扫码对着屏幕扫一下 OK 采放了之后我们登录 让我看一下这屏 啊都已经登录 Blogging successful对吧 Blogging is cool OK两妹好了 网页微信已登录 好的登录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好 现在先抓到我自己的一个nickname 为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在群聊里面 你对着这个机器人发送了一个at 然后后面一段文本的话 这边处理的呢 就是说我把你那段at 机器人的那段文字呢 我要把它取消掉 后面才是真正的内容 后面真正内容呢 我才进行一个文字到语音的转换 所以这边先拿到你自己的一个nickname 好了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说消息转成语音 然后语音转成文字 然后消息文字的一个多语言的互译 然后呢 因为第一个消息转成语音的话 如果说我是在text里面 又是group chat的话 那我会触发这样一段文字 触发这样一个功能 去做消息转成语音 就是说而且你要有at我 但是呢 第三点为了演示方便 演示功能 第三点呢 我们也是在text group chat是处 然后又被add的时候 我又希望要做一个语言的翻译 那我们现在为了把第一个功能和第三个功能整合起来 对吧 我们就把它合并成了一个叫第一个功能和第三个功能的整合在一起 只要你是群发我 在一个群里面我收到的文本信息 而且又是at我 我就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我把这个消息文字转成语音 第二件事呢 我把消息文字进行一个翻译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分开定义的时候会产生的后面的那一个注册会覆盖前一种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把它合成起来一起定义 那我就把第一个和第三个的功能都完成了 然后我们还欠缺的是第二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收到了recording这个东西 就是说是真正的语音 不管你是在group chat里面也好 而是单聊一对一的情况下面 只要我收到语音 我就把它的语音转换成中文文字 这边就是我特地设置成了中文文字 如果是其他的文字的话 你需要在这边改动 然后它会输出一个结果 如果说 如果说你的原始文字是中文的话 然后我这边还定义一个就是我希望把中文翻译成英语 这边也是有文类制的一个这样一个功能进行翻译成英语 对吧 好的 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就说你收到了这个语音之后 对吧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先把这个文件 mp3这个语音下载一下 他会储存在同样 储存在你这个这个wechat这个根目录下面 然后储存好这个mp3的文件之后 对吧 他就开始做一个音频的处理了 他会首先啊 发送一些信息 说开始音频处理了 然后你这个语音识别 语音转换成文字呢 他调用了这个voice to text这个功能 然后他把这个文件名放进去 这是一个mp3的文件名 这里挺重要 这是一个mp3的文件名 从微信拿到的 然后我现在要把它转换成flag文件 然后flag文件是谷歌云接收的一种文件格式 他跟mp3不一样 所以这边做了一个转换 并且调用了谷歌云上面的那一个api 并且把返回的那个文本储存到了这个response里面 好嘛 如果你不要用f flag的话 你也可以转成wave 都是可以 这两种文件格式是 呃 歌云支持的 然后接下去 如果说这个response 就是说这个文本 反复的文本不是空的话 有文字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就是说我把这些文字都提取出来 然后这些文本 他的那句中文 呃 语言文本 他的那个confidence 他有多少信心 对吧 然后把它加入到这个文本的reply里面 然后把这个reply最终再返回 返回给那个微信 然后你就会收到 如果呢 这个是中文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中翻音的一个工作 然后他调用这个text translation翻音 好吗 然后最后他返回了 好 我们把这个也运行一下 所以呢 功能一 功能三 还有最后这个功能二 都已经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之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就开始运行他就可以 对吧 运行他 那他就会说start auto reply 然后现在会把那个屏幕切换到右下角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再做一些那个演示 好的 大家看到我们机器人已经登录完成了 然后现在我们又发一段语音 让他把它转换成文字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之前定义的时候是说 如果我这个语音是群聊或者单聊的话 我都可以识别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单聊好吗 语音识别是不是很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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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识别的这次不是特别准确的 语音识别是不是很有趣对吗 这个明显是不对 那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 再来一次 语音识别是不是很有趣啊 啊 这次对 看来我的可能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 好的 这个是单聊方面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于群聊来说啊 我们看一下群聊 群聊你也可以说语音 说 谢谢大家来参加在线的课程 谢谢大家来参加在线的课程 哇 谢谢大家来参加在线的课程 嗯 谢谢大家来参加在线的课程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文字转语音 好的 我现在给大家转一个是要 首先要按他对吧 按机器人 然后说 嗯 酒 嗯 酒仰大名 看看有没有 酒仰大名 别来 无一样 别来 无一样 一样 啊 好 我发了这个 他说 酒仰能to be unharmed的 OK我们听一下 voice 酒仰大名 别来 无一样啊 好 这个说的语音合成还是非常准确的 好吗 好的 大家你看到了就说啊 音频处理和那个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一些应用 大家都能够啊 学到了 好的 嗯 这边我们接下去可以退出啊 做一些安全退出 然后可以中断安全退出 Uterus OK 然后我们就退出 就新了 好的 恭喜你 你已经完成了那个自然语言处理 第三课 那个消息文字转语音 然后 然后语音转成文字 然后多语言的一个互译 然后下一课呢 我会跟大家讲一讲视频识别和处理 那就比较更加处杂一点 就是说视频是消息当中的一个物体 的名字 然后识别视频的场景 然后还有直接搜索视频的内容 那种视频内容当中会很多场景 很多物体进进出出对吗 然后怎么样非常精确的识别出某一个物品 在什么时候几分几秒出现 出现了多久啊 这些就是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的 好 我是来自库头数据科学的Sam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这里是我的微信啊 好吗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